各位安哥、安弟、阿公、阿嬤、大家好 當然新阿部的政言是真的嚴重 家裡的人應該是跟你說得很嚴重 總理出來跟我們說 部長也出來跟我們說 當然沒有嚴重,因為沒人出來說 當然我來,他也跟你說 我像簡單的語言跟你說給你聽 這便是真的嚴重 你看,10日有差不多140多人到 其他還有72人,不知道是哪裡到的 就是說,在戶口中有很多病毒 不知道是摸到還是什麼 空氣裡面還是跟你說話還是怎樣 不知道,沒人知道怎麼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出門 在家裡,你在家裡睡覺也沒關係 睡覺也沒關係 最重要的,你不能傳染到 我告訴你,如果傳染到 你或是自己說 你訓練館皮膏,皮沒味道 你的舌頭沒味道 我告訴你,這是差不多了 這種情形就是來了 你不可以等到這個情形 你等到這個情形就沒有了 但是你有出門情形 要關於戴口罩 要保護旁邊的人 要趕快去看下去,這是什麼重要的 這個呼吸道的邊 一個地方跟你說 他是怎麼看 根據醫生那邊說 你不會傳染 一直傳染,你怎麼傳染 他會開本不會開 那真的艱苦 到外面,就是要去ICU 要用Horkic的呼吸器幫你幫助 有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 聽得好,老人家 真的艱苦 一棟的家 當然,不只是老人家 年輕人家 也會有 會對 這個邊緣不知道怎麼看的 我們人家說 醫學界還沒什麼了解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用去了解這樣做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出門 在家裡不要出門 你不要出門就是幫助你家裡的人 幫助社會 還有幫助我們的國家 因為當今真的有很多人在這裡 老棍櫥 真的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所以你希望你自己 是安安轉轉 經驗在家裡 好嗎 希望大家聽得懂 不要說這個 這個邊緣掉了 老人家還是少年人 隆重是真的 尤其是老人家 老人家真的嚴重 因為老人家老了 抵抗力不夠強 所以會危險 好嗎 你跟你的朋友說 小朋友跟他講 叫他不要出來 等下一個月 再看看 好嗎 希望大家健康 WALA